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 很简单 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 就我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 我体会不到对方的情绪 我只能体会到我很累 体会不到对方很累 其实你也是 对吧 你说我爱得很累 但你也并没有体会到他 一样的 你能体会到说我很委屈 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来陪我 我连看个电影都没有人陪 你体会不到他周车劳顿 可能前一天的时候那么累 没有共情能力 就我没有办法移情到他的身上 去体会一下 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 没有去经历生活 当你在生活里面 见到背叛 见到挫败 见到很多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是无奈的事情很多 没有办法样样都随我所愿 既然不能随我所愿 那我可能要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 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的体会是什么 他的周遭是什么 他的压力是什么 那么 今天站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不在一起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只想你们在未来的路里面 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爱人 他是一个人 他所受的压力 他所拥有的情绪 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 去想想 他会不会有另一种情绪 这个时候 你们会发现 原来爱这件东西 就是替对方找下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先生的抖腿 我谈恋爱的时候 也特别反感他这个动作 然后我的做法是 我会在别人不注意 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 他就明白了 然后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 我只是说 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抖 太多人的时候 不太好看 直到现在 他这个毛病还是没有改 我们俩在一起十年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 你越想要他改变的 他是改不掉的 所以你在接受一个事物 或者一个人好的一面的时候 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 你说你爱他 爱是什么呀 爱这个说不清楚的 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 我爱你的好 爱你的坏 爱你的优点 也爱你的缺点 你不能说 我要你改掉这个改掉那个 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 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 我让你马上给我剪短了 或者说给我留长了 你愿意吗 你马上就能改变吗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 我就是不让你买 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 一个习惯 我就是不喜欢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 你一定要改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去改这个呢 对不对 同样你到婆家 去见婆家的时候 那婆婆说了 你怎么不洗碗不做饭呢 你说我在家我也叫顺惯羊 我凭什么来你们家 就一定要洗碗做饭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 改也是他真的心甘情愿 为了你改 那才是爱你的体现 就算你逼着他的改 他改得了意识 改得了意识吗 然后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 带他见父母的时候 跟父母去描述他的不好 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 或者见家长 都会使劲地 把他那些不好 我先给他藏一藏 捏一捏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 就你一直 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 然后拿他们当你的一个武器 就你治不了他的时候 你就说你小心点啊 我爸妈不同意啊 所以你这个事如果不改的话 大家就不能在一起了 没想到 惨了吧 人家不怕这个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更多的就是什么 我要让对方为我做什么事之前 我先想一想 这件事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 就是一个相互理解 对不对 现在就看 就是男生铁了心 能不能回头了 但其实 我觉得你也没有太 爱他的这个感情 如果特别爱他的话 他的一切 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